4月25号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3周年 全球累计有392万民众联署举报 要求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反人类罪行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所发起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 所造成的伤亡相当于一个战争的损失 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3周年前戚 人权律师朱婉吉公布 来自37个国家或地区超过392万民众联署 向中国司法机关刑事举报 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 群体灭绝罪行 7年半以来 累计37国超过392万位民众联署参与刑事举报 其中亚洲7国 台湾有近134万人 日本近97万 韩国67.8万 澳洲超过20万 而欧洲有29国参与 以乌克兰 荷兰 以色列 西班牙 捷克及俄国 人数最多 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表2021年度人权报告中 指出中共对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犯下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也又一次指出在中国发生活摘良心犯器官的暴行 并引用联合国人权专家们的联合声明 指出对中国发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感到震惊 朱远奇介绍打击和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的法律委员会 以起草刑事法案将向国际社会推动反活摘器官法立法 严惩着前所未有的邪恶暴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东旭台湾台北报道